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行动起来,像王一博一样少说多做 成为最绚烂令人惊喜的你 王一博跟天天兄弟关系为什么那么好? 为什么不善言辞的他偏偏受到王涵大哥的宠爱? 为什么其他兄弟不但不嫉妒,还更喜爱这个小兄弟呢? 小编说夸夸其谈的人总是给人办事不搅踏实地的感觉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这节目中,话很少 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 一博总是冲在前面干力所能及的事情眼里有活说的就是他 任何时候,做都比说要更实际些 从小适应设到职业 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些成就而夸夸其谈 大家不会对你的能力有充分认可 我们需要的是先干再说 成功罪计之说不做 真正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勤奋 为了梦想咬紧牙关坚持着 只要你肯努力 那些努力就终究会被他人看到 脑子里想想 嘴上说说都不叫努力 为了梦想行动着的人很美 倔强地把事情做好 只要有机会 就不会让机会溜走 勇敢地迎接挑战 你便会点亮人生路上最绚烂的光芒 让我们看到成功 幸福与令人惊喜的你 王一博为什么浑身散发着魅力 是因为他是先做后说 被你发现后才说的你就会认为 这个青年他是稳重 励志 正能量 三观正 不自觉地就会被吸引 王一博为什么有那么多麻粉奶粉 就是因为他务实 一步一个脚印 按步就般地向着梦想前进 任何脚踏实地的努力 都会有回报 当梦想真正实现的时候 不是欣喜若狂 而是一种极其潇洒的世人 而成功则令我们拥有了 更加豁达大度的心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